謝謝大家 謝謝 協志哥又結婚啦 但這次的新娘 依然不是他 12號黃大瑋 孫協志 方又欣 羅美玲等人 一起出席音樂劇記者會 說起這次身邊的新娘 認識的時間根本是從小到大 超級無比久欸 27年 發現協志哥完全沒變 然後 有啦 有真的沒變 真的沒變 變老變胖 結婚是你很常結婚啊 那你現在還是什麼 我很常結婚啊 感覺結婚這事 變成是我的一個那個 閉考題 閉考題這樣子 好消息啊 就順其自然囉 就是我還是一樣的嘛 就是希望時機成熟了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是該說什麼的時候 自然而然 我想是請大家 就會這個喜悅 就會分享給大家 大家還是努力 關注在這個工作上 還是比較好一些 對 因為私人的生活 比較不想要 佔大家的版面 是劇場給你一個建議嗎 建議啊 我朋友之間 一定都會互相關心一下 畢竟在劇場的工作方面 他算是我的前輩嘛 對 所以我基本上 都還是會參考啊 然後會聽啊 然後了解一下說 這個生態要留意哪些 該注意的事情這樣子 對 對 找他對戲 那不是很奇怪 對啊 怎麼會找他對戲呢 不會 我會找美玲對戲 對 戲的面子 對 因為我們都古人啦 古人會找古人對戲 對對對 希望有天也能看到 情侶同框演舞台劇喔